萨达姆的90多黄金500亿美元去哪儿了,十几年后该国终于承认他拿了美国电影军果犯中有一段这样的情节,主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把美军需要的一批手枪送到了巴格达的一个美军基地,美军军官从基地的一个仓库里随手拿出了几大捆美军,扔给了主角。 在影片里,那个仓库里满满当当的堆放了大约几十吨的美军,剧织中介绍这个仓库里堆满了122亿美军。 实际上,许多的美国大片里,都有拿萨达姆成堆的金桥,成堆的美元做道具的场景。 这些影片全部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十几年间拍着的,从这些美国大片中,隐隐约约的透露了当时美军在伊拉克搜集的萨达姆的财富,都用在了什么地方,或是去了哪里。 在影片里,美军士兵称呼萨达姆为财富,这是很多存放美金的仓库之一。 全世界都知道,建伊拉克总理萨达姆,是被美国绞死了。 这位曾经的独裁总统萨达姆是一代枭雄,并且是一位反美英雄。 中东地区战乱频繁,伊拉克战争是美军参与的典型战争。 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,美军仅用了四十多天的时间,就占领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,想象中萨达姆的精英部队,共和国卫队打战美军的场面压根没有出现。 最后美军也顺利地抓获了逃亡的萨达姆,并把他送上了绞型架。 美军专人负责清点萨达姆宫殿里搜出的美金数量,美军展示萨达姆宫殿搜出的美金,美军坐在萨达姆的尖山之上。 黄金太多,把美军士兵都处累了。 后来美军对萨达姆的二十六座宫殿,以及存放黄金的地下室进行了搜查,美军找到了大独裁者萨达姆个人的巨额财富。 并向伊拉克人展示,说萨达姆是多么疯狂的大肆敛财。 据当时美军的说法,找到了萨达姆的三十多黄金和五百亿美元,以及数把黄金AK-47冲锋枪。 实际上,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了十几年后,俄罗斯记者从美军占领伊拉克,时的一位伊拉克翻译官那里获悉。 当年在巴格达,美军的确是从萨达姆的多个宫殿和地下室里,找到了数量惊人的美元和黄金,以及大批的军火。 萨达姆和卡扎菲都喜欢收藏黄金手枪。 黄金AK-47,是在游戏中见过的萨达姆的黄金键和黄金猎枪,找到的黄金就有九十吨之多,而美金更是高达五百亿之多。 这还只是在首都巴格达找到的萨达姆个人资产。 美军还从伊拉克中央银行里,搜刮了数百亿美元。 当时美军说的是将用来给伊拉克作战后重建工作,把这笔财富全部再用之于民。 目前还保存在美国博物馆的萨达姆和人收藏品,黄金AK系列枪支。 根据最近简秘的文件来看,美国是个厚颜无耻的国家,仅仅是把萨达姆的几把黄金AK-47冲锋枪,还给了现在的伊拉克政府。 而那九十多黄金和五百亿美金,全部被美军用大力审论书机搭毁了美国,仅仅留给了伊拉克人一点点。 据消息,美军关押萨达姆的三年里,被萨达姆进行了毫无人道的侮辱,逼迫萨达姆交代上下财富都藏在哪儿,最终,萨达姆被绞死了。 掌管伊拉克二十四年的大独裁者,就这样结束了一生,美国人是究竟拿走了萨达姆多少资产,这估计会是一个永久的秘密。 曾经的伊拉克是多么富裕的国家,石油储存量位居世界第三,可以肯定,萨达姆的九十多黄金和五百亿美元,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吧。 直到现在,美国终于承认了在攻占巴格达后,美军从萨达姆的宫殿和地下市找到的黄金和美元,要比当时美军公布的数据要多得多, 但是美国自然是不会把这笔巨额财富还给伊拉克的。 如今的伊拉克还是满目苍移,充满了极端组织和武装势力,无数的伊拉克人无家可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